人与人 与世界 与一切生命之间 都有一种连带关系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学佛一定要经常地思维空性 理解 体会空性妙理 以突破种种的对立 让心变得柔软与慈悲 愿我们都能以慈爱 化解一切 生命界势台 人生加油站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义有情 诸佛菩萨 进一步教导我们 应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优先目标 我们不应将自己的利益 列为最高优先 而应将其他友情的利益 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 方越地义 一切入情 而这也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真正理由 这种利他心远比只求自我解脱要殊胜得多 未经许的利益 利益一切友情 而发菩提心 不但能利益其他众生 也能为自己带来利益 一切的用功与努力 最珍贵的价值就是这颗密他的菩提心 我们应生起菩提心 发愿要使一切友情从苦中解脱 并帮助他们成就就近的菩提国会 为生起利益一切友情 而成正觉的菩提心 必须先生起对一切友情的慈心 当希望母亲幸福安乐时 自然会希望他所获得的是就近安乐 不是无常的 也没有坏苦 如此的愿心将会增长我们的悲心 学习以己之乐交换众神之父 学习以己之乐交换众神之父 训练自己张仰愿母亲能得到幸福安乐 并远离一切苦及苦因的愿心 这就是在修持此悲心 而这修持最后将使你自然生起利他的菩提心 真诚立他心的生起与实践 使我们能有效地帮助其他人 同时能减化我们的恶业 并累积功德 无论我如何看待自己 都应安住在诸法本来的究竟实相上 无论行驻坐卧 无论行驻坐卧 实相的真实本性 安住于心性的本来密布 假使一切所为只为自己的目的或目标 我们定会因而受苦 若一切付出都是为众神的利益 最后定能品尝安乐的果实 感谢观看 上师是三宝的本源 要成就道次第 以及真正开始产修道次第之前 最重要的前行是 要修上师相应法 因为没有修上师相应法 就没办法获得上师的加持 没有上师加持 就没有办法升级整个道次第的证物 所以我们想要任何的证物 都必须以修上师相应法为基础 再加上修前加行 才能够有所成就 水中的中心 是 意语略上师相应和 你过去 透过上师融入你的心, 住在你心中, 加持你的心, 你才能生起道次第的正步。 训练自己最重要的方法是在医治上师的基础上, 在圣道三要中修心。 此外,尽量藉由修持名称、 接受教法、本尊法的士论等, 在心中造下善的习气。 尽你所能, 做一切事, 以留下最多的善息息, 借此你能迅速成就佛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